文貞sir 林鄭在立法會上說 她說那個方案為何不接受 總之帶陳家樂 帶所有議員郵法院 陳家樂今天拿光彩 厲害了 拍你等佔中 林鄭三個黑了臉好 我覺得她的方案很差 陳家樂就說要佔中 那她有方案 你問政府現在甚麼叫做方案 就是當年主教問得很好 當年07年 說07、08的雙普選 不知道誰作出這兩件事 麻煩你有個路線圖 有個時間叫 叫方案 每個人都是這樣問的 那你現在這些所謂的甚麼諮詢員出來的東西 是又沒有時間給又沒有路線圖的 然後你就說這些叫方案來接受 那就是大哥 come on 你現在煮飯的 我現在拿一張碟出來給你 麻煩你先接受 有碟 接著就會有飯的 林鄭的意思呢 到時你們就一人一票選這個特首出來 那這個不是叫方案 或者這個方案是我們不接受的 因為這個方案沒有一個路線圖裏面包含了 我們認為一人一票選特首應該有的東西 就是提名的嘛 就是你不講提名 不講被提名 是的 這些全部不用講 總之最後有一人一票選啦 是的 是的 那我第一 有多少人可以出來選 這些人是怎麼出來 這些才是個要害嘛 他的意思就是 香港小姐選舉 你不可以說了 各位 現在香港小姐選舉 我們稍後用香港小姐選舉來比喻 黑箱作業之後 突然有一天 母線就說 大家準時九點鐘開台看 現在有一例列的香港小姐的三格名單給你 就有三條女兒在這裡 你們就在那三條裡面選一個最漂亮的出來 哇 現在三條都是 一個林鄭 一個葉劉 一個 主要嗎 袁秋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去選吧 你去選吧 就是這樣的嘛 那你也要選一個出來的 他給了你 那這個就不是叫方案了 這個就不是方案 這個是方誕的方德 你比千二人選 這個是羅亞方誕周式方案 那你也有份投票 什麼叫有份投票 你以前沒有的 就是如果我 你現在 你現在我年輕英俊 娶媳婦 好 去到 去到KID的時候 然後說阿婆 那怎樣啊 然後你選 你有兩個選擇 選他和不選他 那都是女人而已 不是啦 你搞定他 我那晚就出街睡 你搞定他 好啦 那你就是不同意他這個方案 但是以前我們的選民是沒有機會選特首的 你明白嗎 就是以前 是啊 你被老爸不斷捉進去洞房 嗯 拔出來的時候 是他也是很怕的 但是他也是十八二十二 不是啦 他都沒有離譜到不是十八二十二 不是啦 那你就算了 這一輩子人 不是啦 閉上雙眼就和他 什麼啦 那你就呢 好了 現在不是 現在呢 就倒轉黎華 倒轉扭曲操作 來到之後呢 突然間給你一看 在鏡頭前一看 驚嚇到超越了這個猿人集地球 一見見就呆了 接著 現在我反而有選擇權給你 三個猿人集地球 三個猿婆 猿婆集地球 三個裡面 給你三張票 你可以去選一個 不過不可以不選 或者你不選也沒用的啦 旁邊有三百萬選民一起幫你選 你不選也好 他們選了 這個都塞給你的啦 今晚和你動房的 你要不要 都沒辦法的啦 是不是 都要 他給我當年阿爺 給我爸爸那個 就是我今天我媽媽 是怕十倍 那都沒辦法的 什麼叫沒辦法 你 我最早從此終身不取 我最多去做神父 我都不會走去做他了 我都不會和他上床的了 是不是 我想不到 我都不會走 那現在阿爺是這樣的方案 你可以做到什麼呢 沒有啊 不要去投票 如果你能夠忍得到 到時就不去投票 一定是 是 三百萬人突然間發覺 最頂的都是一百萬人去投票 其他全部不投 周到處都要特意排隊 今天我要選秦行 你去投票 我們就去秦遊 就說我們不投票 然後去政府總部坐 那他仍然都是通過的 都是選擇你 你好像阿烏波那樣的 我們之後就要開始不合作運動 和這個比689更惡劣的一個689 689突然拋為689的一個八婆 又或者八公也好 我們就要和他死過 每一樣東西都是不合作運動 所以香港就進入一個不合作時機 但是你不明白 現在是只有學生仔夠義氣而已 沒有的 香港人是很自私 我不會理會其他香港人 他們有多自私 你每一個人只是問你自己 你自己如果你是一個有主體的人 你有主體性 你是會真正覺得我自己 不能夠接受這個人 我就用盡我自己一切的辦法去表達 和甚至實質上不接受它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能夠面對的 唯一的局面 甚至沒有人準備 我們犧牲在所不計 我是會去政府總部 絕食也好 靜在也好 直到他拘捕我 我坐牢我也不會 不是啊 那幫學民仔 七一那晚就不扮五十一人 我們多謝他們 多謝學民和學聯 年輕人能夠做這件事 那些人就說 他自己這樣做了之後 有什麼得到 有什麼… 這些問題是不這樣問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任何一個的革命 任何一個的社會不合作運動 他是永遠都要講臨界點的數目 如果他是去不了臨界點的 所有人是犧牲的 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人走出來 也都沒有一個有成功機會的可能 正如當年 現在要用當年來講的 因為已經是兩年前的 學民思潮反國教 他一直都去不了臨界點 他要去到差不多七月 多謝這個浸會大學 這個Shit封宣教授 這個Shit的一個垃圾 做了一個什麼 什麼中國國情手冊的垃圾 什麼東西出來 哪個教授 他姓Shit叫做封宣 這個Shit封宣教授 就做了一個中國國情手冊 然後竟然在裡面 形容中國共產黨 是一個進步團結無私的統治集團 嚇到全世界爆炸 然後跟著說 如果拿這些來教我的子女 就教到他 他不笨有鬼 還打算去哈佛 你去拜佛可以了 我再去拜佛大學讀 不是哈佛大學讀的 所以那些家長才會起例 說我們一定要支持學民思潮 然後又有其他老人家出來說 我們一定要去絕食 反對這個國教 所以才去到臨界點 所以臨界點這件事很慘 是一定要你去到很多人去做 你才有可能到臨界點 但是你現在只有五百五十一人 沒辦法 你不要經常問 是否只有五百五十一人 那個是預演 那個預演裏面 有很多人是準備看這五百五十一人造成點 來決定下一次會不會去預演 我想問你這個預演 所以不要在那裡彈那個預演 不是 我不會彈 你只有五百五十一人 沒有意義的 你每一次都可以彈 你這個運動不成功 我絕對不會彈 你由英國的大憲章 一直去到法國大革命 或者去到美國獨立戰爭的革命 它是每一波運動比之前的更強 才最後人類成功是直接推翻一個軍事獨裁 不是一個軍主獨裁 我不是說他們不對 是因為他們這樣佔中 他給了一時間警方去準備 不是的 不可以這樣想的 因為第一 警方本身 就不會今天你說佔中才想的 當戴耀廷提出佔中 當開始傳媒炒作的時候 那個爭托英 你以為他真的不做事的嗎 你以為他真的吃閒飯 他已經開始預演的了 而且不是他預演了 解放軍都開始預演了 你有沒有聽過解放軍做好警察制服 到時你警察不夠的時候 扮警察 他會扮警察來幫你嘛 那這些東西就不是今天 一逢親一個鎮壓的政權 他當然不是第一天預演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以去怪責學生 走去預演佔中 然後給他機會去做演習 因為演習這件事本身就不是 不是你那個真正的敵對勢力去刺激你去演習的 永遠都是你自己的軍事集團自己去搞演習的 是不是 所以從這個角度 根本就是beside the point去討論 是不是他們要預演給你 沒錯 他們或者這551人被警察扮的時候 那幫警察有實戰經驗 知道扮這500多人多辛苦 那他們會回應上去 但是這個回應是必然的了 沒有辦法的 你不可能因為我追擊你 而讓你知道我的位置 我就不追擊你的 我一定要嘗試追擊你的 是不是 這些就是打仗 打仗一定有人有輸 我打第一場仗突擊你 一定會令到下一場仗沒有辦法成為突擊 這些就是叫做戰爭 我們今天就是被阿爺迫到我們 現在要跟他進行解放戰爭 不過解放戰爭現在在香港人民身上 特別是香港的下一代 因為香港下一代已經被你迫到瘋 個個住劏房 然後繼續加速加到發神經 那你是不是在一個劏房都加到發神經的地步 我認識很多住劏房的朋友 他就直接住到癢癢 你想一下 在這樣的地步裏面 你有什麼辦法不去 有什麼辦法不去 開始和他進入一個戰爭狀態 現在是阿爺迫你戰爭 不是再是 你那些人自己暴躁 還要去搞阿爺 這些是養鑽處 身上有幾個樓 他就是那些劏房的房東 他就在押迫窮人 押迫窮下一代的人 他們在押腳 天天去中環吃魚翅拌飯 這幫人當然是說你多餘 不是多餘 是說他太少了 沒有人幫他 那你這幫吃魚翅拌飯的 麻煩你下去吧 你去中環龍記吃完燒鵝之後 你都可以下去坐的 如果你不下去坐的人 你沒有資格去罵這幫人 沒有人罵他 很多這種人的香港 香港很多這種很垃圾的人 他們自己從來對香港 沒有盡過責任做任何事情 但他們一天到一刻都在罵人 這幫這樣的垃圾 你可以簡單講 你只要identify 它的垃圾的trade 你一見到這種垃圾 你可以不再需要理會這種人 你不再需要和他討論問題 不再需要和他談 我不是叫你把腦子關掉 而是你可以找到一些真正 能夠做事 能夠有所謂有承擔的人 你才再和他談 明白嗎 但是我覺得 我又不是怪戴耀廷他們 為何丟下幾百個小孩 戴耀廷這件事 他們自己戴耀廷 我亦都這樣講 我給兒中留情 他們亦都不可能 自己私下定了一個agenda 就要突然間被人up了 所謂被人up了 即是被人攝牆 放進來 或者被人騎劫了 提早了 如果他從來沒有想著是這一排的 其實這件事他們一早說的 他們一早說是要等特區政府出了個方案 這個方案不符合這個國際標準的真普選 他們才開始發動佔中的 到時才宣佈發動 由宣佈到發動還有一個時限 那你現在林鄭帶你遊花園 有什麽可能現在搞佔中呢 好了 但是如果民間自己覺得不耐煩 而自己設立佔中後援會 或者自己做一個所謂預演佔中 這個亦都不關佔中三子的事 佔中三子亦都無權智悔 無權說他們不對這樣做 因為民主的精神就是 每一個人都做自己的事 然後我們相信在一個所謂歷史進前來講 大家集役成球 最後就是為了整體的所謂 total good和public good 能夠達到最大的限度 但是現在很多市民都說 因為這些是犯法的行動來的 香港的市民 由於在殖民地教了百多年 而這班教了百多年的市民 包括我父母 是由中國大陸有一個極權專制的社會來的 他們來到香港能夠有口飯吃 他們已經很好 所以他們對於香港任何的法律 他們都是守 很害怕不守 而且我們逐一點講 他們是守到所謂硬膠的地步 他們是沒有轉環的 他們不覺得可以有些法律是不合理 我要夠膽去抵抗他們的 香港第一次大規模抵抗這些不合理的法律 就是我們那班的士司機大佬 很厲害的 當年 就是因為有個垃圾的房屋師 運輸師施葛 無情情做了一條極度不合理的法例 突然間不知道要那些的士排費 還是什麼 加到瘋 那班的士大佬 興起上來全部不開 還要全部括碼 塞了條路 那時就是第一次在香港佔領香港 佔領香港的街道 一佔立刻英國政府跪低 港英政府立刻跪低 那班的死人垃圾 垃圾會議員 那時是垃圾谷議員 那班人這天就和死人屍腳一起打龍通 他們說要通過 他們立刻通過了那條死人法律 就加排費加到瘋 然後那頭呢 立刻覺得不對勁了 然後港督叫他們 漏夜開會 是通宵開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通宵開會 就一個二個轉太太 好像不記得自己昨天是誰 然後就在那裏罵書局 那製作這樣的法律怎麼可以的 我們現在要齊齊要否決它 然後就要否決回去 大家知不知這件事 如果回到網絡大點 回到維基解碼 找回這段 找書師局的笑話回來 大家就看到 香港人第一次懂得 法律是永遠都有不公義的 就算是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你民主的社會 就一定要說哪些法律是不公義的 你就一定要去頂硬上頂它 你可不可以記得 當時的立法局 有哪幾個議員 你記得數了個名字 周良就在那裏 沒有了 如果現任還在那裏 現在當然不會在那裏 那班 那班已經不在那裏 全部是官首議員 全部是官首議員 所以那個年代 英國人都做了一件壞事 然後香港人都夠膽隔它 就因為英國人守法 英國人守法 他知道這條法律 他最後不是這樣 就夠膽把全香港的士司機 抓去 看看明天那些人 罵不罵你 上班沒有的士 所以英國人至少沒有說爺那班 上面那班垃圾這樣瘋 就好像那些張曉明那些瘋 就說香港一定要繼續功能組別 因為那些叫做精英 英國人一樣搞精英 為什麼最後彭定康來到可以去搞什麼 搞新九組 英國人的精英統治 不是好像那些低B 那些假精英統治 全部是最低B的地產佬 對香港社會沒有貢獻 對科技發展沒有貢獻 個個不是Tuberka 不是Bill基 不是Steve Jobs 沒有生產業 只是在那裏霸著地 做地主 用尋租行為來搶香港人 辛苦血汗賺回來的錢 香港在地產霸權底下 是一定發展不到高科技的 所以香港是悲劇來的 是啊 如果阿爺不看著香港 香港根本就沒有了前途 阿爺看著香港 香港不是阿爺看著的 香港這麼多年來 香港的那個家當 是香港人辛辛苦苦草下來的 阿爺現在就用這些高鐵 什麼新界發展 或者整條什麼大白象 大海豚地下鐵路 駁去深圳黃田機場 用這些東西每樣撕你一千億 撕走你 如果香港人都看不通的 你就自己看看吧 巴西洗了整個世界盃 所有這麼多錢 巴西人民怨沸騰 其實多少錢呢 一千億港幣 即是一條高鐵 你說我們香港多貴 一條高鐵就花這麼多錢 你說香港多有錢 香港現在可以建二十條高鐵的錢 我們這些儲備 但是如果你新界東北又花二千億 這個這樣的香港國際機場 飛到深圳又花五百億 你說你什麼時候可以撕掉 很快可以撕掉 十個大坡石組都已經可以撕掉你一半 撕掉一半 你香港的聯繫會就要倒閉 神經病的 這些都是賣港行為來的 其實倒閉會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下一節再說